是那个碰到一个我们昨天四个房子交接 这是那个猪肯最烂的一个猪肯 最最没有那个素质的一个猪肯 把房子这个前后院估计可能有一年都没打扫过 我们今天专门过来紧急的都没有请外面请上 因为这个来不及了 也不想跟那个猪肯去纠缠 尽快把那个前后院处理好 看上去干净整洁 首先要干净 这个房子就不干净 这个猪肯来看了就没有人愿意申请 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 那么我们在房屋管理过程当中 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各个类型的人 那么我们不能采取叫针 和那个猪肯可以叫针 因为猪肯大多是无产者 我们的房子投资人都是有产者 在美国和那个有产者和无产者去叫针 最后吃亏的一定是有产者 所以说我们尽快把房子整干净 整整洁清洁好 尽快的出租找到猪肯 因为房子空一天 就会省市一百美金 去和那个猪肯去纠缠是没有三亿的 那么当然有些猪肯是直接就出钱了 叫我们起人打扫 他自己起人 把他打扫干干净净才交给我们 但是有些猪肯把房子交了像垃圾厂一样 但是这个猪肯还算中间吧 能打个五六十分 房子里边还是过得去 你看这里边的 这个房子里边有跳空 旋转楼梯 整个还是不错的 里边的还是过得去 当然还有一些小问题 二楼的 他把墙给油漆了一部分 那么这个东西我们通常就扣他钱了 扣他钱叫他 叫新来的猪肯来处理也行 我们帮他处理也行 你看 他把墙给油漆一部分 这个这个这个猪肯 基本上 基本上 无况还基本上 还可以 还不算 不算 铁别烂 因为铁别烂的猪肯 把房子整在枪垃圾厂一样 但是无论如何 我说的 我们不能去 后猪肯去纠缠 因为纠缠是没有意义的 解决问题 把问题解决的 往前走 因为 人上一百 心心神神 我们要明白 我们防护投资 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经常说的 我们是要抓大放小 猪肯要按时支付 猪肯的支付能力 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就是 找到一个好猪肯 对房子爱富 然后房子越做越好 这是第二个我们要的 第三个就是 房子能够稳步的升值 能买到一个好区域 再是我们的一些关键 我们做任何事情 要抓关键 这个后院我们搞了半天 才把它搞干净 那个 非常糟糕 这个猪肥 非常糟糕 这个猪肥 把后院可能有一年没有清理 现在我们一看 都是像废墟一样的 整到那个后院 我们通过冲洗 擦洗 把那个后院的水果给装上 然后 把后院整个全面清洗过后 干净整洁 这样新的猪肯进来一看 才有那个 出租这个房子的冲动 如果那房子看上去脏兮兮的 我相信没有人愿意来住一个 肮脏的房子 没有人愿意去租 这是一个 基本的常识 这也是人性 因为人性大家都不喜欢麻烦 那么我去租房子 一定是租一个无垢好的房子 这也是百人之八九四的群体都是这样的 一个思维模式 那么我们要去 获得这个猪肯的一个任何 那么我们就要去 满足猪肯的一个需求 当然我们不是每个房子都这样 这个也是个别的 空到一些烂猪肯了 然后 能够尽快的把房子整理好 因为你在外面找人 有些时候 一些 比如说像这个 今天后院那个水果没有 那么你人家来打扫 要安装水果 这个就做不到 一般的人就做不到 那么我们自己遇到杀问题 马上可以解决 这个房子还是不错的一个房子 格局四方三整位的 五方三整位 一楼有二时代独立卫生间 这个树也比较多 驴子也比较多 这个清洗冲洗过后 看我这 前途可以还剩很多东西在这 要叫市政府明天把他全部拿走 当垃圾拿走 大家看一下这个房子 就是房屋这个出租 我们要抓关键点 保证我们一个房产安全 保证一个租金的一个按时 一个支付 保证一个房屋的一个稳步的一个升值 这是我们要要的东西 那么其他的一些方便面 方便面板我觉得 大家就不要太过分的较真 太过分较真 可能就会套着我们的一个投资失败 这是 前院的一个情况 这个房子的驴子非常好 房子实际上 夏天坐得很舒服 这个房子实际上是很舒服的 光线稍微有一点差一样 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房子 可能他后院 还有这个颜色 把那个颜色 下次建议屋主把颜色改成白色的 这个屋主是在加州 在加州以外的一个州 没有在加州 在另外一个州当大学教授 伟同盟买的这个房子 然后来出租 这是他一共在那边买了两栋 都在有六十来万左右 租金都是在三千二百款钱上下 客人我说的 对我们越信任 我们的责任越重大 因为那个怎么开租金 完全客人完全交代我们来出租 我说的 这个我们不能辜负客人的一个信任 这个辜负信任 是要下地狱的 所以说我跟团队经常在讲 越信任 咱们那个责任越重 越要注意 不能去辜负 别人对我们的信任 这就是这个房子 今天我们过来把这个全欧的打扫过后 我觉得这个 这个房子我们现在要价的 开一个租金是三千一百五 应该是很快可以找到租金 完成一个交易 好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的一个关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